中国的音像产业这有所大 中国现在有2700万台DVD 每一台机器每年消费10张DVD 每一张DVD我们抽1块钱的版税 这1块钱乘10是10块钱 10乘2700万 这就是2亿7千万 2亿7千万 我们买一个一张ST了 这壳 想靠电子商业政策 网站就得拿钱砸 手上还要套毛 高薪聘几个骂人的枪主 再找几个文化名人当打子 谁火就灭谁 网站靠什么 靠那边点击率 点击率上去了 下街跟着就来了 你砸进去了多少钱 加一零直接就卖给下街了 我还告诉你 有人谈收购 立马就套现 给你股票 你都免谈 你要感兴趣 你投个800万到1000万 多了不敢说 我保你一年 挣一个亿 真的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 我说的可是美金 不法国设计师 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电梯直接入伍 户型最小的也得400平米 什么宽带啊 光缆啊 卫星啊 能给他接的 全给他接手 楼上面有花园 楼里边有游泳池 老贝里站一个英国管家 戴假发特绅士的那种 业主一进门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跟人家说 没还不要死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枪 倍儿有面子 社区里在建议所贵族学校 教材用哈佛 一年光学费就得几万美金 在建议所美国人所 24小时后人 就是一个字 贵 看感冒 就得花个万八千 周围的邻居不是开网马 就是开奔驰 你要是开一日本车呀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你说 这样的公寓 一平民 你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着 也得两千美金吧 两千美金 那是成本 四千美金几 你别嫌贵 还不打折 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 愿意掏两千美金 买房的业主 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 什么叫成功人士 你知道吗 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 都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 不说最好 断头醉